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介绍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男人好 我叫亮亮 来自山东 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的吗 你看见他哭成这样 你没有心疼的感觉吗 没有 告诉我们 他是你的谁 他是我之前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个女孩 有多喜欢 非常非常 感觉他就像 当时感觉他就像我的空气一样 空气 对 特别特别重要 那你一看空气你都活不了啊 后来发现那只是我自己这么认为而已 实际上呢 实际上 对他那些什么都不好 我就不想说了 然后直到后来我去三连发的状态 说肚子难受 想喝点粥 喝点汤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我给他坐牙吧 给他送过去 那么难受 然后又坐好了 我到家门口敲门 我要给他个惊喜 我跟他说 我敲门 我说他问谁啊 我说快递员 送快递 他就开门了 结果我没想到发现 里面站个男子 就只穿着个 他发现我看到之后 他一把包推出去 就跟他说老公 就快递员而已 当时 我真的梦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其实当时从他家门 突然那一刻我心里真是崩溃 感觉世界观都崩塌了 后来 搬走了 那你这么不爱搭理他 你今天跑这来干什么呢 你索性给他一个决绝就可以了 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 可以说是被他逼的 不断打电话发短信 我发号码他能找得到 找我朋友要 甚至 他去我父母那儿 他现在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 甚至影响我父母的生活了 我想一想 我想就他 他这个样 我要在底下说 跟他说 他也不会 不会就 山巴干净 你不可能 你先过来 你这么想跟我在一起呢 你看看他 哭成那样 不想看他 你不可能 你有女朋友了吗 我有女朋友 真有女朋友 这样有 你开玩笑是吧 我真有女朋友 你给我开玩笑是吧 那不可能 我告诉你 就算有 也是你醒过来秀了我 不可能有 你忘不了我 我没骗你 我没骗你 我现在这次知道错了 我之前不对 人家有女朋友了 不可能 其实这次来 是他劝我来的 你女朋友 让你来的 对 他想让我 上舞台 把这个事 和他说清楚 我觉得这女人挺大气 真有是吧 真有 你确定了 行 拉出来 我看看 我看你现在 变成什么样的 把街上现场打开 你好 大家好 陈志愿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欣欣 是亮亮的女朋友 请来了吧 多少钱 这跟钱没关系 我们是真心的 再给我装 躲在后面干嘛 还戴个墨镜 刚做完手术吗 你 你为什么要让你男朋友 来到舞台上呢 我跟亮亮在一起 有半年的时间了 然后前一段时间 我发现亮亮 就是情绪特别不好 然后整天 爱喝闷酒 我就问她为什么 然后她就坦白说 这个姐姐一直在找她 给她打电话 发骚扰短信 这是骚扰短信吗 会说话吗 上过学没有 有没有家教 你说话可以尊重一点 就是给亮亮发短信 你明白吗 知道我们俩之前什么事吗 姐姐你听我说完好吗 你戴个墨镜干嘛 不敢见人是吧 现在这个姐姐都闹到这个台上来了 别碰我姐姐的 现在这个姑娘都闹到这个节目上来了 亮亮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就叫亮亮过来 行了别再说了 你再装装不下去了 出来吧 不是女朋友吗 你再不出来还要跟我走了 朱夫人 出来吧 你出来吧 不要出来 不是女朋友吗 不要让她出来 不要出来 你不是女朋友吗 我们就 放开你手 拿开你手 你别动 你之前怎么样 那是我男朋友 没完了是吗 这些东西 这些跟你怎么样了 不是说你女朋友吗 出来呀 多好办法吧 朱夫人是我 那这样好吗 那你出来呀 出来 等你 那个朱夫人 朱夫人 可费也不要让她上来 我尊重她的意见 我真尊重她的意见 我不想打扰她 她的意见 为什么不上来 你要是她不上来 她是假的 就你很想保护她 是吗 我明白了 你今天就是故意 请她过来羞辱我 对吧 报仇是吧 对吧 她不上来 那就是假的 上来也未必是真的呀 上来我先开门 那个女生会来的 你们俩谁去开门 我去 你去 对吧 我去开 我女朋友当然我去开了 她肯定是假的 我去开 叫你谁去 我去 你去还是合适一点 去吧 我去看 好 你让我看 你让我去 你让我去 你松开才是 你放开 你放开 你谁啊 杀开 干嘛 别跟我演了 行吗姑娘 你也不想 你赶紧正经干点事吧 别跟我这等过了 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们俩过来 现在就是我们要重新在一起 是你放尊重点才好 现在很无聊好吗 你一上来就是 我本来还是很承认你 因为我觉得你对亮亮还有感情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回来我就放出亮亮 我现在已经变了 我不是之前的我了 你哪里变了 我哪里变了 我没想到跟你说嘛 这个姑娘你可太犀利了 你是想怎么做怎么做 你刚才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完全不顾忌 你的修养是什么 而且我觉得你知道吗 一开始我看到你 觉得你真想改过自新 从你的这件衣服 我看上去正面 是很传统 很保守的样子 但是等你转过去 我又发现 你这种喜欢在暗地里 使心机的这种特质 从你的外表完全展露无遗 你的侧面和背面都若隐若现地露出你年轻美丽的肌肤 其实这些东西都称出了你内心当中的那些特点 我觉得人要改就改得彻底一点 把过去这些带有那么多新机与算计的衣服也都通通的扔掉吧 你一早就认为它就是备胎 说明你并不认为它是你心目当中最适合的那一位 所以此时此刻 你的车胎坏了 你发现备胎不在你的车里边 怎么着 赶紧平复自己的心情 好好调整自己 叫拖车来把你直接驾到真正的修理场 去换一个完完整整的 扎扎实实的轮胎 你说你会改 但是你并没有真的改 因为你根深蒂固了就认为大家好像都是围着你转 我觉得你太自我了 真的要好好彻底的改变 千千我希望你减少一点你的霸道以及霸气 做人一定要谦虚一点 好我们聊一聊啊 为什么上来 夫人你觉得我还能在下边待下去吗 是啊你现在为什么还脱了墨镜上来呢 我们是光明正大的 我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用什么掩饰 你了解亮亮以前跟她之间的故事吗 我知道 你什么感觉 你作为你也作为一个女人 她是她 我是我 我不会乱评价别人 但是我不会这样对亮亮 我和亮亮是真心相爱的 有教养 不评价别人 你们理想现在是什么关系 到了什么地步了 要结婚了 对我们迟早会走到那一步 我相信 你骗我的对不对吗 就是故意要让我看到 你现在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以前做的不对 我现在就想安心 那我看到什么事吗 我已经想按下来 所以我看到我 你不想说什么都打了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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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想要是恢复本真的个性 你应该说声祝福 她是假的 想着不可能放弃我 我现在就是找她结婚 我真的不想得这么好想去 这会儿看千千挺可怜的啊 但是之前看她挺可怜的啊 人就是这样 汤汤水水加泪水是吧 有的时候又可怜 有的时候又可爱 有的时候又可恨 这个时候又挺可怜 其实可怜之人 江湖上有一句老话叫 江湖上有一句老话叫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 是对你之前的过错的一个弥补 我希望你能从今天开始 真正能改正自己 好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所以说永远要记住 不求而得 往往求而不得 总而言之 坦漏真心好吧 就不要老把别人当成一个玩物子 只为自己是猫 别人就是老鼠 是吧 来 祝你一路顺风 再见